他被称为大清第一巨贪 却让三代中国观众喜闻乐见 他的出生并不显赫 但不到40岁就权倾朝野 他在电视上被主角反复调戏 但他活着的时候曾让皇帝畏惧 扭护鲁善保 AKA何生何蒙蒙 大清乾隆朝第一权尘监贪官 坊间传言身价超过8亿两百银 也见清政府15年财政收入之和 是当时的世界首富 在他的身前 他真正坐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甚至能让已经登基的嘉庆皇帝 都要看他的脸色过日子 而在他被自愿去世后 痛恨他的文官默克们 迅速编排出无数段子 让和珅成为了现在全国人民 喜闻乐见的大反派 和珅凭什么能够权倾天下 乾隆又为什么会纵容和珅贪污 何大人一生到底贪了多少钱 大家好 我是古人UP主贤沐鱼 这是我真实系列视频的第18期节目 我相信那些活在纸面上的人物 也曾有过一段丰满的人生 本期视频我就来给大家还原一个 我眼中最真实的和珅 现在有不少文艺作品 喜欢描述何大人的出身多么卑贱 成长环境多么贫困 读书的时候 甚至还要带着嘉宾求人借钱过日子 最后全靠运气发家致富 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和珅是正宏满洲奇人 你有呼噜是 没错 就是甄嬛传里 雍正赐给甄嬛的那个姓氏 这是满洲八大姓之一 和珅的祖辈靠跟着努尔哈赤塔天下发家 攒下了一个世袭三等轻车都尉的官职 这是一个从三品的官 都不小 一个是曹运总督 一个是吏部尚书 都是一品大员 所以虽然和珅亲生父母很早就全部去世 他的日子可能过得不富裕 但有两个这样的外公 无论如何也不至于穷困潦倒 更何况 对于像和珅这样的八旗子弟 功臣之后 大秦肯定有特殊照顾 和珅十岁进入咸安宫工学念书 咸安宫在紫禁城西华门内 就在皇太后住的寿康宫后面 乾隆朝的时候 废太子应人被囚禁在咸安宫内 直到病死 后来雍正建咸安宫空置 就下令让内务府搞了个学校 专门挑选长得好看 脑子聪明的八旗子弟来这里上学 到了乾隆朝 这已经是京城里最好的国立贵族学校 教书先生 大部分是汉林 最差也得是晋士 上课内容除了四书五经 还有骑射 摔跤以及火器 清朝中后期 有不少满族高官都在这里念过书 比如那个怼了何大人一辈子的 首集军机大臣阿贵 大秦到了乾隆朝 凭借祖上的功劳以及特权 大部分的八旗勋贵子弟 已经过上了令人发指的腐化生活 每天的主要工作 就是听戏逛窑子和调戏梁家妇女 相比较之下 何生因为手头不太宽裕 被迫洁身自豪 而且学习成绩优异 老师评价他 满藏门汉四门语言样样精通 四书五经也理解得极为通透 从何大人后来的业务能力来看 这个评价不算夸大 除此之外 何大人还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天赋 那就是帅 王刚老师虽然演技精湛 深受中老年妇女喜爱 但颜值其实配不上真正的何大人 换我来眼大概就差不多了 请大家把中肯打在弹幕上 长得帅 出身好 而且在学校里沉寂优异 有口皆威 有眼光的人都知道 何生未来不可限量 何生18岁那年 成文门关税监督英联 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何生 这算是个天使投资 后来 英大人能一路干到大学士 必须要感谢自己眼光好 22岁 何生开始了他给乾隆爷当侍卫的生涯 能给皇帝当侍卫 在大清 这既是黄金饭碗 也是直升机 在这条康庄大道上 何生的前辈们 有索额图 纳兰明珠 龙科多等人 后辈 还有差点干掉了慈禧的速顺 同辈的 还有福尔康和他的兄弟们 在乾隆面前混了4年后 何生从一个三等侍卫 变成了乾清门侍卫 加玉前侍卫 加镇兰旗满洲副都统 在侍卫这个职业里 算是混到了最顶端 但何大人的窜天侯生涯 才刚刚开始 当上副都统不到两个月 何生又被任命为 户部幼师郎 再过一个月 进入军机处 当上了军机大臣 成为了整个大清王朝 都数得着的高级干部 同一年 26岁的何大人 接连当上了内务府总管 管理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 湘皇旗满洲副都统 国使馆副总裁 赏代一品朝官 还被恩赐 可以在紫禁城里骑马 给了这么多实权官职和荣誉 乾隆还嫌不够 但这一年 他还将和珅全家 从正红旗抬到了正黄旗 成为了满洲上三旗的贵族 和珅优点很多 比如文化水平高 比如为人聪明幽默 比如长得帅 但他升官这么快的具体原因 没有人说得清楚 前两个因素肯定很重要 但最后哪个因素 或许比前两个因素更加重要 和珅发家后 有一个说法在民间非常流行 说乾隆垂青和珅 是因为和珅长得很像乾隆少年时期 喜欢过的一个他爹雍正的妃子 后来那个妃子被乾隆的母亲 也就是纽葫芦甄嬛乐定自杀 乾隆相信和珅就是那个妃子的转世 这种段子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但当时京城盛传 和珅和乾隆之间有一腿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真伪 但能确定的是 乾隆也非常喜欢长得好看的男人 乾隆朝的户部尚书于敏忠 兵部尚书王杰 还有尔康的兄弟福长安 都是有名的帅哥 根据清朝秦桓楼坛录记载 何大人长得躯干如中人 面白皙而是修士 行止秦桓 度金为宜 大致意思就是何大人长得 肤白貌美身材匀称一太轻柔 倒也不难想象何大人和乾隆爷 在一起的画面 在乾隆爷的宠爱下 何珅一生几乎干遍了 大清中央所有职务 他26岁崛起 50岁自杀 何珅在这24年里 当了23年军机大臣 22年步兵同名 15年户部双书 还先后负责过 力部兵部刑部 内务府 三库 礼藩院 圆明园 药膳房 造办处 上司马院 乃至太医院和御药房 大清的内政 军事 经济 司法 甚至是外交工作 何大人都当过一把手 英国特使马嘎尔 尼访华 主要负责接待工作的 就是何珅 在此期间 何大人还当过 汉林院掌院学士 主持过好几次科举 还先后负责了 四库全书 清定热和制 清定日下旧文考 大清统一制 等重要官方书籍的 编写工作 何生非常喜欢红楼梦 现在我们看到的 所谓高厄续写版本的 红楼梦 很可能就是何大人 指示高厄修改编写出来的版本 然后被他进贡给了乾隆 客观来说 何大人在这些重要岗位 担任领导职务期间 一方面 出色地完成了任人为亲 打压一己 贪赃王法这些本职工作 但另一方面 他还是在业余时间 花了一些精力 大部分干得还算尚可 和大明某几位 全清天下 但完全不干活的太监 是不一样的 更粉刺的是 何生作为大清 乃至中国历史上 最出名的贪官 在仕途的初期 是靠反腐成名的 1870年 贵州按查时 海宁要任沈阳奉天服营 按照政治规矩 他要进京 先跟皇帝汇报一下工作 乾隆问他 贵州那些地方大员们 活干得如何 海宁怕得罪人 给钱同事们说了不少好话 尤其是他的顶头上司 云贵总督李世尧 但偏偏海宁这个人 是个大嘴巴 面对乾隆 一句话不说 私底下 却拼命和人 吐槽李世尧捞钱没底线 还强迫过自己 给他孝敬200两黄金 这些话 很快传到了何大人耳里 又被何大人 转述给了乾隆 乾隆勃然大怒 立刻抓了海宁 让军机大臣们 亲自审讯 然后让户部幼侍郎 和征跑去云南 去抄李世尧的家 李世尧 汉八旗军人 祖籍辽宁铁顶帝 名墨名将李承良的后代 努尔哈赤 攻陷俯顺后 李承良的孙子李永芳投降 然后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 此后官运亨通 是投降人士的成功典范 乾隆非常喜欢李世尧 曾赞赏过 李世尧是天下奇才 李大人此前升官也极为迅速 踏入仕途16年 就当上了梁广总督 这种超级肥缺 此后还当过胡广总督 户部上述 公部上述等等大官 李世尧升官速度 可以和何大人媲美 拍马屁的水平 也跟何大人有的一拼 乾隆就曾说过 各地都府上贡的这些东西里 就李世尧和山东巡抚 国泰的贡品 最符合他的心意 李世尧作为前辈宠臣 一贯看不起和珅这个后期之秀 据说曾将和珅当场儿子训斥 何大人当然不会放过 这个打击报复的好机会 起码日夜兼程赶到昆明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抓住了李世尧的大管家 随后严刑逼供 让他交代了他主子的全部犯罪事实 李世尧累计贪污 接近十万两银子 暗律当斩 但乾隆还舍不得杀他 于是上朝时感慨说 一个有能力的总督 就这样要被砍头了 满朝文武 只有和珅听懂了乾隆的暗示 将处罚意见 定为了斩监后 相当于死缓 在清一色要求斩立绝的大臣中 彰显了自己领悟上意的优秀本领 不久后 甘肃起义爆发 乾隆借机起赴李世尧 让他镇压起义去了 处理完李世尧案后 户部右侍郎何大人 顺理成章的 变成了户部尚书何大人 值得一提的是 前面说的那个山东巡抚国泰 不久后 也因为贪污被和珅抄了家 两大前辈宠称 通通成为了何大人的垫脚石 在康庸前三朝里 抄家那可是朝廷大员们最喜欢的业务 今天我去抄别人的家发家致富 明天再等着别人来抄我的家 30岁 高高兴兴地连续抄了 好几个分将大地家的和珅 不知道有没有想到 再过20年 就轮到别人来抄自己家 和珅在乾隆眼皮子底下 搞贪污腐败 乾隆心知肚明 但就是不在乎 因为和珅捞钱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为了乾隆 乾隆晚年 将自己称呼为十权老人 认为自己有十大功绩 足以载入室侧名垂前骨 既然自己是个这么伟大的皇帝 生活水准 当然也要配得上自己 乾隆喜欢下江南 喜欢盖宫殿 为了缓解乾隆 日益增长的物质欲望需求 与国库库存之间的矛盾 和珅开发出了 不少富有创意的捞钱方式 比如一醉银制度 官员也是人 也会犯错 过去官员犯错 有挨骂 扣工资 或者坐牢砍头 这几种选项 一醉银制度的出现 就是让每一个犯错的官员 都有机会 在不丢乌纱帽的前提下 改过自新 这个机会 要靠银子来换 至于交多少钱 全靠自觉 愿意出多少 就出多少 当然 要是让乾隆觉得你不够自觉 那后果自负 一醉银的适用范围非常广 发展到后期 就完全成了一个 看乾隆心情和钱包需求的制度 比如 他曾经以家务事处理不当为理由 要求户部主事孔积分 自愿上交五万两一醉银 可怜的孔大人直到生病去世 都还差三千两没交旗 乾隆还特地下旨 说人都死了 尾款就算了 不要了 充分体现了一代明军的仁慈 管理义醉银的机构 是军机处直属的密技处 何大人亲自管理 所有办事人员都是满人 从密技处的档案来看 义醉银制度存在13年 数额在数万两银子以上的案件 有68件 平均每年5件 大清风江大地中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交过义醉银 其中有不少大官 一次性就交纳了几十万两银子 何生收上来的这些钱 85%上交给内务府 也就是进了乾隆爷的口袋 剩下15% 多给户部或者其他机构 更不会去处理和尚的贪污问题 反正大头都归我拿了 不够还可以再跟和尚要嘛 从这个角度看 和尚官干得越大 捞得钱越多 地位就反而会越坚挺 因为乾隆最得意的 就是他自己的政绩 你说他一个宠心了20年的头号心腹 是大贪官 是大奸贼 那这就是在否定乾隆本人的政绩 乾隆55年 内阁学士影状图 上述批评义醉银制度 说他探访大清各省 看到商人和百姓都在哀叹 四分日下 生活水深火热 乾隆看到奏折瞬间爆炸 三个月内发了十道声誉 痛骂影状图 说那些地方大员有的事前 我偶尔罚他们一笔 惩罚一下 难道不应该吗 在和尚的建议下 乾隆下令 让影状图从山西开始 依次沿途盘查各地仓库 看看是不是有亏空的情况 何大人这一招相当高 大概有五层楼那么高 让影状图去各地查验仓库 一方面 让他把各地官员都得罪了一遍 另一方面 如果没查出问题 那就说明他弃君 倒霉的影大人在四十天内 从山西一路赶到江南 沿途不断上奏求饶 说各地都没有亏空 百姓日子过得也很好 之前都是我乱讲话 不久后 影状图主动辞职回家养老 直到和尚死了 他又被嘉庆叫回来上班 在和尚生生命的最后四年 他的权势达到了后来全程 难以逾越的高度 乾隆早年曾说过 自己在位的时间 不会超过爷爷康熙 但乾隆没想到 自己能那么长寿 于是在乾隆六十年 不得不主动退位 将皇位传给了 自己的儿子嘉庆 但乾隆并不愿放权 他以太上皇的身份 依然牢牢控制全部权力 为了压制儿子 乾隆赋予了和尚 无与伦比的权力 将他作为了 自己的指定发言人 随着年纪的增大 乾隆经常出现 口齿不清的情况 只有和尚日夜 陪伴在乾隆身边 能听得懂乾隆在说什么 也因此能作为乾隆的化身 对外下达乾隆的旨意 他就经常当着 其他皇子的面 乾隆的皇子皇孙大惊失色 为了彰显权力 和尚甚至会以乾隆的名义 把嘉庆的命令都驳回 这种行为 无疑会触弩嘉庆 一旦乾隆去世 自己必然没有好下场 这个道理 何大人纵横官场 二十多年不可能不懂 但他已经没有选择 这一方面 乾隆退位到去世这段时间 是乾隆最需要和尚的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说自己不干了 要退休 那在乾隆眼里 毫无疑问就是不忠诚 不用嘉庆动手 乾隆自己 就会送和尚一条白铃 另一方面 和尚也很努力地 尝试过讨好嘉庆 比如在乾隆官宣继承者前 和尚就提前给嘉庆 送了一个玉如意 暗示他将会继承皇位 但没想到 这居然成了日后 嘉庆触罚他时候的罪状 说他提前泄露圣旨 嘉庆四年 乾隆终于去世 嘉庆立刻下令将和尚革职 然后送给和尚一条白铃 让他自己体面了 一个当了二十年九门提督 大清进军统帅的顶尖全城 不幸碰上了 中国中央集权制度 最顶峰的皇帝 于是没有一点反抗余地的 就死了 和尚去世后 嘉庆迅速地完成了抄家工作 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 何大人当官二十年 捞了八亿白银 乾隆朝一年国库收入七千万 平均每年一半收入 被何大人捞走 但实际上 无论是对比清政府自己的记录 还是考虑大清当时的 实际经济状况 何大人都不可能真的 贪得到那么多家产 不是他不想 而是客观条件不允许 乾隆时期 一个清王 家产能有几万两银子 就算极其富有 又害怕皇帝找麻烦的那种 嘉庆朝最有名的富豪皇帝 陈亲王永兴 鼎盛时候 家里也只有八十万两存银 从嘉庆朝的官方记录来看 何大人的实际资产 应该在两千万两左右 算上超家人员贪污掉的部分 也远不至于有八亿两这么多 称呼何大人一身 乾隆朝最大贪官 这毫无问题 但他还算不上大清第一堂官 不管从哪个层面看 大清后来的 清清王义匡女慈禧这对组合 都完全超越了乾隆与和珅 在今天 和珅的名头能够力压前辈敖拜 龙科多 以及后来的义匡等人 成为大清最著名的奸臣 一方面是因为何大人在世的时候 和太多文人结了梁子 这些文人写下的半真半假的段子 成为了现在清宫系的宝贵素材来源 也让何大人活着的时候 根本不能与何大人抗衡的 纪小兰 刘罗郭等人 在电视上实现了赤斗和珅的梦想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王刚老师的精湛表演 让一个贪污受贿鱼肉百姓的贪官 变成了坏门坏门的形象 会让观众觉得可笑 也会让观众觉得心疼 但唯独不会让观众觉得憎恨 和珅是一个大清城上启下的贪官 是大清体制与皇权双重腐朽的产物 康熙与庸正两代皇帝曾经大力反腐 但到了乾隆朝 特大贪污案依然屡见不鲜 最终导致和珅这种靠反腐出头的官员 变成了后来乾隆朝最大的贪官 而另一方面 乾隆自己对物质欲望无止境的追求 也是和珅能弄出义罪营 这种可笑制度的根本原因 皇帝公开受贿 让贪污变成了一个无风险 低成本高回报的生意 和珅死后 嘉庆虽然废除了义罪营制度 尝试过肃清立志 但大清早已击中难返 此后大清的官员们 都是以何大人为楷模 在鞠躬尽瘁着 尤其是到了晚清 一筐李鸿章的全程 还拓展出了卖国这条赚钱道路 彻底将何大人拍死在了沙滩上